大家好,很想藉著這個機會介紹接下來教會這八個禮拜嘗試推行的一種新事物 這個就叫做Pray Duck,希望可以組織到一些小組大概四至六人左右 可以透過每個禮拜在網上透過Signal的群組,或者有些Conference Call,就聊聊天,祈禱就是這樣 可能你都會看到新聞,你知道這段時間其實防疫措施收到近 在未來的八個禮拜,我們都極有可能是開不了任何實體聚會的 包括崇拜,團契,小組,各樣東西都不可以實體見的了 又或者你看到每天確診斷晚的照片,其實都不適宜太多的外出 但是每天留在家,工作從家可能你又會覺得很大 可能你情緒也有些需要的 很悶,沒有人跟你吃午飯,各樣東西 所以呢,我們就嘗試做這個program,叫做Pray Play Duck 希望幫到大家,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Gather了你的資料,將你分組,大概四至勞人一組 然後就會定了某個時間 譬如星期二晚上,我們就會組織那段時間有空的弟兄姊妹 形成為一個Signal的群組 其中一個弟兄可能會負責 我們就約逢星期二晚上的八點至九點,一起透過Signal的視像會議 聊聊聊天,其實就是這樣 今天想和你進行程式要填什麼 或者我期望你怎樣填 或者都告訴你,其實我們一直組織這張形式在想什麼 第一你要填的就是你的名字 第二就是你的電話 因為我要用你的電話開Signal的群組 我也請你如果加入這個program,你下載Signal 可能有些人說我只用Whatset,不要了 如果你可以參與,Signal不用錢的 我邀請你下載Signal 以致我們就不用幾個平台跳來跳去 第三就是要你填電郵 填電郵的原因是因為當你訂閱了一張形式 我們是會透過Email給你一個確認 我們所有形式都是這樣的 要你填電郵 最主要目的其實是希望讓你收到確認的Email 然後第四項就是填年齡 有25、25至35、35至45、45或以上 我們希望年齡組別 會略略分大人、小孩或者年輕人 但我又不想收到這麼窄 你說你會見到,如果我35歲那怎麼辦呢? 你喜歡填25至35又可以 你喜歡填35至45又可以 那就不要跟我斟酌,那些大過小過的那些 總之就是你按你想開的 年齡層,那你就選擇 填上性別男女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個人參與 我們是會將 男女分開的 如果譬如我只是給我自己填了這個表 男、李國銘多少歲 那麼我們教會就會幫你配對同一時間 得有差不多年紀的人 四個人一組 那麼 姊妹單拖都是一樣 四個人一組 那麼稍後會說 如果夫婦是怎樣做的 OK 那接著呢就想你填一填 有沒有參與過團契 或者是激光團 或者微光團 不是其他教會的團契 是Light Church的團契 如果你填了你是激光團 或者微光團的呢 那我們就會將那個團契的人 盡量group在一起 因為你們是屬於同一個群體 那就容易一些 可能你們會給彼此已經認識的了 就想幫你們 容易一些投入而已 OK 那麼期望 如果選多過一項 你想聊天 祈禱茶經 那你就拿吧 別人你也可以拿的 但是純粹是讓我們知道你的期望而已 那麼 這個program 其實最主要的作用不是教導 都不是茶經的 坦白說 其實是知道有弟兄姊妹 在這段時間你都覺得很孤單 或者覺得很累 很想有人聊聊天 慎夏 是這樣的 所以不用 打算 一開組的時候 我們又預備 看一課書 然後一起分享 不要想到那麼 偉大 或者那麼困難 我們從簡單開始 只是聊聊天 慎夏 祈禱 為自己祈禱 為香港祈禱 為烏克蘭祈禱 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 這個就是可行時段 我們分了星期一至星期二 上午、中午、晚上都可以的 我邀請你 就把所有行動的行動 舉個例子 如果有個人 他只要把星期二晚 只有一個行動 你成功配對的機會 就相對少了 OK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 工作從家 如果你的時間 比較穩定 工作從家 都可以抽到 半個小時 至九個字 出來聊聊天 你都可以選擇 OK 如果你選擇得多 那就容易 合得到的機會 就多了 就是這樣 而教會 例行逢星期三 也是 會 做其他事情的 讓你知道 如果我知道有些 電影節目都會回 Light Church 的網上 祈禱會的時候 你記住 星期三晚上 你就不要停 OK 星期六 中午 下午都可以 例如就是你一起看完的崇拜 開這個 Pray play duck 一起聊 一起聊聊天 也是很好 填完這些之後 到了最後 你就說 你是不是想和你的 夫婦 妻子 入同一個小組 如果是 你踢了 你就會跳去下一半 我試一下填了一些東西 如果不是 你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隨便填一些東西 譬如 將方向有些Bug 要再改 不過待會你就會看到 然後 譬如我 我想與丈夫妻子 參與同一個夫婦組 那你就 他就會彈到第二頁 第二頁呢 你就填你配偶的名字 電話 因為我們都要放他入群組 接著你就 寫一張方法 你理論上 如果你之前填的電郵地址 沒有錯 你會收到 confirmation 然後 我們就會 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做了配對之後 就會開群組 開群組 就可以正式開始了 OK 這個計劃 成功與失敗 我們沒有人知道 不過 看到現在 防控的 疫情 收到 即是 條例收到那麼緊 想做些事 幫助 弟兄姊妹 可以 撐住 或者捱過這8個星期 我暫時的感覺 這個計劃 我們都是 運行8個星期 看看8個星期 如果假如8個星期之後 你們成為了好朋友 你自己繼續 保持運行 當然沒問題 但是 最基本 我期望你 就是這8個星期 教會可以做些事 take care 讓弟兄姊妹 可以彼此關顧 就是這樣 分享到這裡